正式进入演艺圈 2019年的凭借在青春校园电影 《最好的我们》中 于怀一角也是获得了 东京电影节金鹤奖最佳新人奖 和最具人气男演员奖 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优秀新人奖 那2019年她也是参演了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 影片也是获得了 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 并且啊 她也是微博的老朋友了 她在2020年微博之夜荣获 微博年度 进取艺人的称号 对 好 非语 来 非语 先面对我们的媒体朋友们 拍张照片吧 对 先来留影 好 都照顾到 来 先看左边 中间 再看右边 右边 好 谢谢非语 来 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好 先可以 正在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 打个招呼吧 大家应该都在刷呢 非语什么时候来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现在 我们的红台上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非语 非语最近在忙什么 我最近其实刚刚拍完一部戏 叫《淘金》 其实对于演员来说 每年的这种工作安排和行程 你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吗 一年要多少部戏 然后觉得才可以到自己的饱和度 其实我觉得年轻演员 应该要高产量一点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要遇到 自己适合的角色 然后再去接触这个项目 你有什么特别想挑战的吗 今天这么多 你看媒体的同行 包括说电影人都相聚在此 然后你想挑战的角色 或者在接下来的这种工作安排 其实各种类型的角色 都想挑战 然后最近其实也刚刚演完一个 自己比较向往去试演的 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年轻就是无限的可能 挑战各种角色 也希望能够在大音频上 见到你更多亮丽的身影 好吗 谢谢 谢谢菲宇能够来到现场 谢谢